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分享一个红薯糕的做法 不用炸,不用烤,吃着不上火 做法非常简单,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根红辛红薯 洗干净削皮 这里用的是西瓜红 红薯去皮后,重量是240克 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后放入平盘中 然后冷水上锅 把切好的红薯放进来 盖上盖子 开大火蒸20分钟左右 蒸到红薯非常软烂 用筷子轻轻一扎就烂了 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取出来 放在料理机里面 再将里面加入200毫升的纯牛奶 选择果蔬件 把它打成比较细腻的红薯汁 像这样 没有一点点的红薯颗粒 非常细腻的状态 就可以了 倒入大盘中 接下来 加入80克糯米粉 20克土豆或者玉米淀粉 30克白糖 如果喜欢吃原味也可以不加糖 用铲子把所有食材 充分搅拌均匀 直到没有干面粉颗粒 最后再加入20克无味道的玉米油 搅拌至水油不分离的状态 像这样就行了 把它放到开水锅中 盖上盖子 开中火蒸25分钟左右 蒸到这种状态 用筷子挑开 里外颜色都是一致的 说明内部已经熟了 这个时候戴上防套手套 把它取出来 再趁热用筷子 把它搅拌成比较细腻的状态 像这种就行了 等不汤手的时候 戴上手套 把它再揉一揉 这样吃的时候 口感会劲道一些 揉上20多下 把它放在保鲜膜上面 再顺势把它整理成长方形 然后用保鲜膜左右上下 把它包裹起来 放入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下面炒锅里面 开最小火 倒入50克糯米粉 用铲子不停地搅拌 炒到面粉微微发黄 能够闻到糯米面的香味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倒在一个干净无水的小碗里面 接着按板上 把炒好的糯米粉先取一半铺上来 底部一定要多铺一些 铺得厚厚的 把红薯糕取出来 上面也要撒上一层厚厚的熟糯米粉 也是糕粉 一定要多撒一些 包括边缘也要抹上厚厚一层 这样来取出擀面杖 把它擀成长方形 厚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 喜欢厚的就擀厚一些 喜欢薄的就擀薄一些 擀好后再选择一头 把它卷起来 经验分享 下面一定要撒上厚厚一层糕粉 这样卷的时候 不会粘连在案板上 卷好后把它切成宽约 4-5厘米的小段就行了 切好后装入盘中 就可以开动了 这样做的红薯糕 软软糯糯的 咬上一口又有红薯的香甜味 层次多非常好吃 不用炸不用烤 吃多了也不会上火 做法还特别简单 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 有时间再试试吧 我是阿胖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哦 点我头像还能够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点你想赞 点赞 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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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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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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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茜 在这一步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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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冷冻保存 这样放上半年都不会坏 到时候随吃随取 非常方便 下面像煮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放入一把大枣 盖上盖子 先把水烧开 然后取出半块白芯火龙果 中间先切一刀 再把它竖着 切成粗条 然后再把它切成 和红薯球一般大的丁 切好先装入盘中 水开后 加入适量的冰糖进去 再放入红薯球 接着用勺子 拨动红薯球 防止粘连在锅底上 煮至红薯球完全熟透 倒入火龙果 并且把火关掉 盖上盖子 先给它焖两分钟 把火龙果用余味焖热 这样既不会造成 火龙果的营养流失 还不会凉的凉 热的热 否则吃着拉肚子 除了用火龙果 我们还可以换成 自己喜欢吃的水果 哇 这样做真的好香甜啊 给它盛入到小碗中 再加入汤汁 这样吃红薯 软糯香甜 又营养 早上要来一碗 比油条还要好吃 一碗下去热乎乎的 从头暖到脚 喜欢就点赞收藏一下吧 我是阿胖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都知道红薯是一种非常绿色的健康食品 今天就用它做成红薯糕 天冷的时候烧肉吃真的是好吃极了 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根红薯 今天用的是西瓜红 先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后放入到料理机里面 加入1200毫升清水 打成细腻的红薯汁 越细腻效果越好 然后再用一个滤网 过滤一下 剩下的红薯渣 我们可以用来摊饼吃 或者是蒸馒头 家里面都非常不错 接下来先准备一小碗的红薯淀粉 先取其中一半 倒入到大碗里面 接着倒入和淀粉一样 同溶积的红薯汁 第一碗加进来 第二碗 第三碗 第四碗 第五碗 一共加了五碗 然后观察一下 看碗底吸出的淀粉多不多 我这个明显非常少 再少也要把它加进来 紧接着把剩下的红薯淀粉 完全倒进来 搅拌均匀 搅拌至没有干粉颗粒 是最好的状态 然后用滤网 把它直接过滤到煮锅里面 进一步去掉里面的残渣 这样做出的红薯糕 口感非常细腻 过滤好就可以开火了 起初我们可以先开中小火 用勺子搅拌搅拌 像这样出现粘稠的物体时 就要转成小火 最小火 这个时候勺子不要停 快速搅拌 防止糊锅 一直搅拌到像这样 鼓大泡透明的状态就行了 然后放到一个干净的容器里面 最后常温冷却之定型就行了 盖上一个盖子 防尘防虫 大约几个小时就已经定型了 我们把它取出来 然后把它切成宽约3厘米的厚块 中间再切一刀 最后把它切成大一点的小方丁 就行了 这样做的红薯糕 非常的细腻 爽滑 有弹性 而且还有红薯的香甜味 接着准备一根青红椒 把它切成末 再准备几个大蒜 剁成末 然后准备几片老姜 也切成末 现在起锅热油 油烧热倒入肉末 炒至肉末肉色变白 然后加入一勺红油豆瓣酱 再把切好的葱姜蒜下进来 先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后 把肉末炒进来 炒均匀 再加入一勺花椒面 再次炒均匀 然后加入热水 热水能够没过肉末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烧开后加入盐 生抽 蚝油 调下味 翻炒均匀 再把切好的红薯糕下进来 用铲子轻轻推动 不要用力推烂了 敞着锅 大火烧三分钟左右 像这样水量明显减少了 出锅前再加入水淀粉 勾一个薄薄的芡 芡汁煮熟 就行了 还要带点汤汁 吃的时候会非常美味 然后装盘 再加点小葱 点缀一下 这样做的肉末红薯糕 也叫肉末炒凉粉 非常的好吃 吃的时候带着 红薯的一丝香甜味 入口计划 尤其是牙口不好的老人和孩子 这样吃非常的方便 又营养 汤汁用来拌米饭 拌馒头 拌面条 都是香喷喷的 有肉 有红薯 整个盘子里全是营养 今天的视频里 只用了二分之一的红薯糕 还剩下一半 明天继续做 真的很好吃 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谢谢你们观看 大家好 红薯这样做 真的是太好吃了 比面包还松软 一个星期吃七次 我也不嫌腻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个 重约300克的 红心红薯洗干净 再削去外皮 好给它称重 红薯去皮后 重量还有280克 然后把红薯切成薄片 切得越薄 红薯会熟得越快 切好把它放在一个 大一点的平盘中 再把红薯片平铺均匀 不要对压在一起 铺好后把它放到蒸笼上 盖上盖子 大火蒸20分钟 把红薯蒸熟 蒸熟后直接取出来 放到料理机里 再像里面加一点清水 能够让料理机工作的水量 就可以了 然后像大碗中 加入270克 红薯泥 再加入4克酵母 先把酵母搅拌溶解 激发出它的活性 再像里面加入300克 普通面粉 或者是高筋面粉 一边加 一边搅拌 搅拌至面粉 成面絮状 像这样 再下手抓一抓 使面粉和红薯泥 充分融合均匀 然后把它揉成一个 盆光面光手光的面团 面团揉好后 翻过来 把光滑的一面朝上 然后盖上保鲜膜 放在温暖的地方 让它发酵至体积两倍大 面团发酵好后 先在上面 撒上一层干粉 面团发酵好的状态 是这样的 手指按压 动口不回缩 接下来先在暗板上 撒上一层干面粉防粘 再取出面团 给它揉面排气 面团排好气后 再把底部给它捏延式 捏好之后把它翻过来 再把面团底部 多蘸一点干面粉 然后尽可能地 把它整理成一个四方形 下面先取出一只小碗 加入三勺黄豆酱 如果喜欢吃辣的 可以用辣黄豆酱 再多加一点小墨香油 用勺子先把酱和油 搅拌均匀 搅到油和酱不分离的状态 像这样 然后我们取出擀面杖 开始擀面团 把面团尽可能地 擀成一个薄一点的 大方形面片 像这样 厚约0.5毫米左右的 大面片 然后放上调好的黄豆酱 并用勺子把它涂抹均匀 再把面团卷起来 卷好后给它稍微整理一下 再把面团分成两半 全部放到不粘的笼垫上 盖上盖子 对它进行二次发酵 二次发酵好的状态是这样的 首先体积明显变大 再者手指轻轻按压面皮 能够立刻反弹 像这样二次充分发酵好后 再水开上锅 如果没有二次发酵好 千万不要着急蒸 不然容易把酵母烫死 蒸出来不暄软 大火蒸20分钟 再关火焖5分钟就可以了 哇 真的是好香啊 然后趁热取出来 再趁热 斩成小块 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做 看 这样做的红薯花卷 比面包还要松软 比油条还要营养 而且是千层的 每一层都特别好吃 用来做早餐 超级适合我们的肠胃 既好消化又营养 而且呢 做法非常简单 喜欢可以点赞收藏一下 方便下次查找 我是阿胖 点我头像还能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 大家好 我是阿胖 红薯这样做和饺子一样好吃 做法非常简单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两颗大葱 切成长段 再准备几片老姜 切成丝 最后准备四五粒大蒜 切成片 切好把它们放入碗中 再加入一点花椒粒 向里面加入五六十度的温水 戴上手套抓一抓 抓出葱姜味 然后放那里泡15分钟 让葱姜味更浓郁 再准备一小块 有肥有瘦的猪肉 先给它切成片 再把它切成大一点的丁 如果你喜欢吃更香一些的 可以用五花肉 最后把它剁成有颗粒感的肉末 剁好后把它放在大碗里 现在根据个人盐味大小 向里面加入鸡汁 一点老抽上色 适量的生抽提味 适量的蚝油提鲜 然后加入一小勺食用盐 一小勺十三香去腥增香 和适量的小末香油 最后打入一颗鸡蛋 锁住肉汁 这样吃起来会更鲜嫩 然后把泡好的葱姜水 用滤网给它直接过滤到肉馅里 接着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 搅拌至起劲拉丝粘稠的状态 然后再准备两颗大葱 先把比较苦的葱叶给它去掉不要 再把大葱中间划两刀 分成四半 最后切成葱花 切好后直接放入肉馅里 再顺着圆来的方向 把葱花和肉馅搅拌均匀 然后准备一把小香葱 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后放入肉馅里 先不要搅拌 再准备适量的食用油 提前烧热 然后浇在葱花上 好浓的葱香味啊 最后用筷子 再顺着圆来的方向搅拌均匀 像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盖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 把它冷藏半个小时再用 半个小时后 取一只大空碗 向里面加入300克红薯淀粉 我用的是红薯淀粉 其他淀粉不建议哦 用勺背 把颗粒大的先给它碾开 或者是用擀面杖 把它捣碎 像这样成粉末状态就行了 如果想口感更细腻 还可以把捣好的红薯淀粉 用滤网过滤一下 然后像煮锅中 加入300克清水 再根据个人盐味大小 加入食用盐 和生抽 盖上盖子 大火把它烧开 烧开后 我们直接拿来用 然后一边用筷子搅拌 一边用开水 烫一烫红薯淀粉 最后搅拌成 没有干淀粉颗粒 而且比较粘稠 搅起来 又比较有阻力的状态 就行了 不烫手的时候 再把没有烫开的淀粉 给它抓散开 抓的时候手上抹一点食用油 这样可以防粘 然后取出一小团 大小像鸡蛋黄一样 先把它钻瓷式 再团圆 最后按压成一个厚度约4毫米的小饼皮 像这样 再取出我们冷藏好的馅料 放上馅料 把收口给它收盐式 只要不露馅就行 像这样就行了 先放入平盘中 水烧开后 把它们一个一个放进来 全部放进来后 再用铲子推动推动 这样做可以防止粘连在锅底上 然后开中大火慢慢煮 下面趁这个时间 有几个人吃饭 就准备几只碗 向里面加入适量的盐 和适量的鸡精 再少加一点生抽提味 再向里面加入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醋 我用的是白米醋 再少放点小末香油 然后放入蒜黄和香菜末 最后加入适量的开水 烫出香味 现在红薯园子也煮得飘起来了 而且上面还没有白点点 像这样就把它煮熟了 熟了之后 用漏勺给它控水捞出 然后直接放入汤盆里 吃饭了吃饭了 红薯园子做好了 快来吃 这样做的红薯园子 口感特别的爽滑 劲道 非常可有弹 而且里面的馅料 还非常的鲜嫩多汁 咬起来特别的好吃 比饺子还要劲道 而且做法还非常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是阿胖 谢谢您的观看 我看到您是否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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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颜色